我死后被改造成了机器人 整日与美女机械师为伴 当有小混混要欺负美女时 我总会出手相助 经常就把胆小的人吓得不知所措 竟然往垃圾粉碎基础跑去 机器门一关 轰隆隆开始运转 不久小混混便领了盒饭 间接杀人的美女还心有余悸 而我也因电量不足 快领盒饭了 我急忙询问在哪里可以充电 美女默默打开了自动门 看着眼前的一片漠视 我沉默了 她告诉我300年前世界毁灭过一次 只有少部分人类活了下来 如果要充电的插座 也可以去外面找找看 她还给了我一个头套 让我也伪装成人类 并嘱咐我一定不能暴露机器人的身份 我跟着美女到了大街 因为我的造型奇特 我感觉所有人都在看着我 而且我看到了机器人的下场 是被人类拆解 毫无人权可言 最后我抬头一看 才发现这里大的离谱 漠视后的世界让我大开眼界 美女再次嘱咐我注意身份 机器人脑袋一直是十分值钱的 我默默跟着美女往前走 美女带我走进了一家小店 我随意转头一看 发现诺基亚竟被当作了宝贝 小店的老板告诉我 诺基亚是上古科技售价3000米 但我只是亚裔老板竟有三只手 美女重重拍了一下桌子 美女告诉老板这次不是来买东西的 而是有个古董机器要找插座充电 老板一手拿放大镜 两手不断在我机壁上摸来摸去 显然是没看过我这么奇特的机器人 而我的低电量预警又突然弹了出来 老板说只怕再不充电就没法玩了 随后老板让美女跟她进房间聊其他事 美女告诉我 一定会找到充电器的 让我放心 我不知道他们在房间里又在谈什么秘密 于是开启收音增强偷听 我偷听到老板打算300元拿走我的脑袋 还没听到美女的恢复 我就因为低电量进入待机状态了 而此时老板也和美女出来了 老板还带了两名小弟不善地看着我 而美女只是眼睁睁地看着我被壮汉抬走 两名壮汉一个拿铁钱 一个拿电锯就要把我拆解 自己已经可以充电了 美女告诉我 她不是那种为了钱出卖朋友的人 我知道美女是好的 于是我坦白了自己是300年前的人类 意外猝死后才来的这个世界 美女感到十分惊讶 她没想到居然有300年前的人类被改造成机器人 我死后被改造成了机器人 幸运的是我的主人是一个美女 黑心老板端着水进来找美女 我告诉主人 黑心老板喜欢收集黑科技 不会放过我们的 美女告诉我她自有分寸 老板把水递给了美女 漠视下的水弥足珍贵 美女开心地一饮而尽 突然美女跪倒在地 原来是水被老板偷偷下了毒 老板笑了 水中下了超强麻醉药 美女猛地吐出残存的药水 压住药效就要找老板报仇 老板没想到麻醉药还没起效果 于是又露出改造后的手臂 细细一看竟是心脏除颤一气 老板一拳砸向了美女 把美女砸出十几米远 看到美女还想起身反抗 老板又喊出了三名小弟来帮忙 就在机缸狼要打到美女的一瞬间 我挣脱束缚装置起身 拿出诺基亚砸向机缸狼 而美女也抓住间隙打到机缸狼 场面现在是二打三 老板气焰还是十分嚣张 而且美女中的麻醉药也起效果了 美女让我这个废物机器人赶紧跳出窗 别碍事 我犹豫了片刻 跳出了窗户 这才发现窗外还有更多虎视眈眈的人 而且锤子哥也追了出来 没多废话就要一锤砸扁我 我一个后撤不躲过 看着这威力 我心有余计 就在锤子哥一锤又要砸下来之时 我求饶到砸扁了我脑袋就不值钱了 你老板会骂你的 吸引了锤子哥的注意力 我拉着他的能源线就往外跳 在我摔倒之前扯断了能源线 随后锤子哥就被自己的火烧的生活不能自理 为了灭火他往海边跑去 毫不犹豫跳了下去 美女这里的战斗也胜利了 只差一个老板没有被收拾 可美女因为麻醉药的缘故 最终还是倒在了老板面前 而我也因电量不足快倒下了 老板抓住机会一拳干飞了我 我被迫关机 其实我是装的 老板的心脏除颤一气砸到我胸口的瞬间 就意外帮我充满了电 并意外激活了我格斗游戏的代码 使用格斗技巧一拳砸向老板 老板不服也回击我一拳 我惊了 电量又增加了 现在是320% 我又吃了老板一拳 电量变成400了 被打了这么久该我反击了 老板还不死心 一个情报住了我 还要给我充电 我的电充宝了 还老板一个十万伏特 最终的结果是我赢了 此时美女也醒了过来 她看着众人欢呼的样子 有些摸不着头脑 看到地上老板的残样后 她明白了刚刚这游米可赚 于是她告诉大家游米的捧场 下次再看更精彩的 这美女还真是有生意头脑啊 不一会美女开心地捧着满满一代米 她解释道 末世下人们都很无聊 有打架看一个个都很开心 说到打架 我一下想到了格斗游戏 如果能在末世下推广游戏 我们不久发财了 我对着众人打起了广告 让他们下次来捧场格斗游戏 包他们喜欢 众人没听过电子游戏 一个个都有些猛逼 美女也抓住我的手 认为我是在说胡话 但我却十分认真地告诉她 我要在末世开网吧 我死后被改造成了机器人 整日与美女机械师相伴 她告诉我 末世下人们的娱乐很匮乏 只要有打架斗游的事情发生 就肯定少不了观众 所以你刚刚和黑心老板的打斗 就让我赚了一大笔钱呢 娱乐很匮乏是吧 那我开网吧一定能大赚一笔 第二天一大早 我便开始捣鼓零件 我找来小王八机器准备组装 就差一个CPU了 美女不解的问什么是色PU 就在我因找不到零件 而崩溃的时候 门突然开了 一个黑衣男手拿袋子走了进来 我疑惑这人是谁 黑衣男说你要的东西 我倒出来给你看看 随后我发现倒出来的东西中 刚好有CPU 于是我不顾形象扑了过去 这个对我来说 可不是普通的CPU啊 黑衣男说CPU被记载于上古文献中 没人知道使用方法 通常是当作项链佩戴 据说可以增加人的智慧 我听完都无语了 这么值钱的芯片竟被当作装饰品 随后美女看着扭扭捏捏的黑衣男 问道今天为啥迟到了 黑衣男把美女拉走借一步说话 好奇的我打开窃听模式偷听 黑衣男脸红着说到 机械手臂程序出故障了 自己在动 美女狠狠揍了黑衣男一顿 竟然拿自己的手臂做恶心事 黑衣男又解释到 是早上撒尿的时候 程序自己失去控制的 自己绝对是正人君子 美女岔开话题对我喊道 这个黑衣男叫刘苏是个黑客 刘苏礼貌地要和我握手 而我却礼貌地拒绝了 我好奇地问 牧师下还有黑客这职业吗 美女解释道 黑客不仅研究电子产品 还研究上古黑科技 而且刘苏装机械手臂欠了我不少钱 我免费把他叫过来帮我们解决技术问题 听完美女的话后 我还是对刘苏表示质疑 一看就不靠谱 随后我们坐到桌前畅谈 我告诉他们 默示要发财主要有两个途径 其一是抢劫 但抢劫会加速有钱人离开这个城市 最后所有人都成了穷人 其二是做生意 刚好我们处于中立的城区 是做生意的绝佳位置 我们既可以卖来自南方唐人街的 辐射水果和蔬菜 来自北方变种人聚落的矿产和工艺品 还可以卖一世足的鱼肉类产品 但是我并不是做传统的生意 默示下人类娱乐匮乏 他们会为了摘下痛苦面具做任何事 简单来说就是会花钱买快乐 我们以后可以开游乐场 演唱会 电影院 做到任何一个 我们都能成为废土世界中的富豪 还有一种方法更简单 就是推广游戏 刘苏听到游戏这个词一下 激动地握住我的手 我让他冷静点先坐下 我告诉他们我前世是程序员 现在我要写一串游戏代码出来 刘苏听到我是程序员后立马跪下来 非要做我的徒弟 作为程序员的我第一次地位这么高 一下搞得我有些害羞 我告诉他们我做了一款叫俄罗斯方块的游戏 我把游戏手柄递给刘苏 让他试试看 刘苏看着落下的方块不知所措 我告诉他把方块组成一排有惊喜 在组成一排后 游戏发出爆炸特效 告知玩家得分加一千 这把刘苏兴奋坏了 顿时就成了网瘾少年 他握着我的手 迫不及待要推广游戏到全世界 我告诉众人要快速便携推广 就少不了掌机 刘苏说出了全名教掌上游戏机 他在上古文献中看过这个黑科技 我又提出疯狂的建议 让漠视下最大的黑帮替我们卖掌机 而我也只是利用他们推广掌机 掌机少了游戏卡带就是砖头 而刚好所有游戏卡带的代码都在我的脑袋里 我死后被改造成了机器人 三百年后才被美女机械师重启 为了报答它我决定在漠视创业 第一步就是让黑帮推广游戏掌机 再顺带售卖我的游戏卡带 我乘坐绿皮火车 来到黑帮所在的城市 刚下火车便看到弱大的城池 更吸人眼球的是一座北极新高塔 同样的我也被弱大的城门惊住了 门口的光头守卫不让我进城 他指了旨意旁的告示 因为城主的千金女儿生日 所以必成欢庆三天 紧接着守卫便要赶人 突然有个流浪汉喊住了我 他说可以从下水道进城 只要二十个筹码 美女思索了一会儿 便让流浪汉带路 下水道很暗 流浪汉拿着火把带路 谁知背后还有其他流浪汉要搞事情 流浪汉见时机成熟 便吹灭了火把 我开启夜视模式 发现有四个流浪汉冲了过来 美女说自己变异后也有夜视功能 一起好好收拾他们 几声惨叫过后 四名流浪汉全部卸踩 美女抬头看到了 躲在柱子上的流苏 老流浪汉害怕地跪地求饶 她说自己向来遵守原则 只结才不解色 美女问流浪汉是不是嫌自己太丑 看到这一幕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美女让流浪汉接下来老实带路 出了下水道后 美女庆祝自己进了赌城 我们一行人打算先去酒馆休息 酒馆的风格是复古风 美女看到酒便走不动道了 她拿出一个大筹码 让酒宝拿出最大瓶的酒 酒宝搬出巨无霸 美女熟练的就开始唱语 喝完还不忘打个宝格 随后一转头又看到有人在打扑克 她提着酒桶就要去参与 啪地一下砸出十个筹码 扬言要把所有人的欢乐斗斗荧光 领头的大哥同意了美女的加入 我问他们在玩什么规则的扑克 美女告诉我是荷豹扑克 也叫做击骨传花 大小王单出是零点 同时出计十点 所有人顺时针出牌并累计 有人出超过二十点后就会爆炸 并波及周围玩家 说完规则后美女就开始打牌了 第一把牌就赢了 美女笑得越来越欢 但牌桌上的三人却互相使了一个颜色 我有了不祥的预感 雷射眼摸牌的时候头盔有声音 很显然她开透视了 可以看见其他玩家的牌 另外两人也是经常使颜色 就差名牌了 喝醉酒的美女显然不是她们的对手 果然美女接下来一连输了三四把 她气得就要掀桌子 我看出她们这是杀猪盘 于是制止了女孩 我告诉女孩一定会把输的全赢回来 于是我接替了女孩的位置坐下 我告诉她们玩点刺激的一把梭哈 赢了算我双倍 输了我赔十倍 三人立马同意了这个要求 雷射眼开启透视 把我的牌看光了 她给手下人吩咐这轮要把钱全赢走 随着点数不断增加 雷射眼无脑地让我认输 我没有理她 默默抽出牌 他们没想到我的底牌是两只王 我早就对雷射眼的设备做了信号干扰 因此我轻松赢回了之前美女输掉的筹码 美女开心地拿回自己的筹码 而城主处正在开大会 小弟告诉城主有个手下被机器人搞死了 城主递出一张牌 寓意去下杀手 不留活口 镜头回到酒吧 我们筹码还没五六湖 城主的人就把我们包围了 二话不说压走了美女 美女嘱咐我别担心她 先去赚钱再帮她洗脱罪名 我抓住酒保问她要怎样救出美女 酒保嘴硬说她不知道 我又狠狠按住酒保 酒保这才告诉我审判之日可以去劫阀场 听到回答后我把酒保扔出去 明天是城主女儿的生日 审判应该会推迟 我只有一天时间了 必须在美女被行刑前想出救她的方法 我死后被改造成了机器人 整日与美女机械师为伴 但不久前她犯事被黑帮带走了 为了能在她被行刑前筹垢前救下她 我告诉刘苏在耐心等一会 砸金蛋百分百可以得到一张游戏卡 每张游戏卡对应不同的游戏 游戏卡只能通过砸金蛋获得 越好玩的游戏我给她调的概率就越低 这样我们的金蛋就不愁卖了 同时及其十张不同的游戏卡 能换一个游戏掌机 收回的卡 我们又能再装回金蛋二次销售 游戏机的售价则是一台一万欢乐洞 普通人只能乖乖排队玩 刘苏听完我的销售方式后 跪在地上直呼我为商业之神 但我告诉刘苏赚钱不是最终目的 我们要想办法从城主手中救出受苦的桑桥 不一会小摊钱就挤满了顾客 我告诉大家这个叫做掌机非常好玩 有个小孩想抢先体验一下 小孩拿到掌机后便开心地玩了起来 这下其他人也忍不住要玩了 于是不一会抽卡和玩游戏的已经挤满了小巷 我和刘苏也是趁机大赚了一笔 可我们却惹来了城管 城管好奇地把玩了一下游戏 他先尝试了一下贪吃蛇 但因为技术太差 还没坚持三秒就输了 这让他觉得十分没面子 于是下令把所有游戏掌机销毁 在我们争执之时 有人出声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一辆粉色的马车跑了过来 城主的女儿索菲亚从车上下来 她驳回了城管收走游戏机的法令 因为她想玩 拿到掌机后 公主坐在一旁开始玩游戏 她玩的游戏是坦克大战 起初还算顺利 但没想到背后有老六出现 偷偷瞄准了公主 一炮射出 掌机就显示游戏结束了 公主气得嘟起了小嘴 如果能接近公主 我想就能尽快救下美女机械师桑桥了 于是我走上前要指导公主玩游戏 我先拍了一下公主的马屁 我告诉她是我见过玩坦克大战最厉害的女孩 公主听到有人吹嘘 贪心地笑了 我打算凑近一点 手把手叫血 谁知被一旁的唐装秘书打飞了 我的头盔都被打裂了 还有些猛逼 唐装美女说成主有令 任何男人不准靠近公主 公主说无妨 公主说现在可以教我玩游戏了吧 我打开数据线 和公主的掌机对接 进入游戏教学 我坐在驾驶舱告诉公主 被包围了就先撤退 敌人的火力太猛了 不一会就会被追上的 我决定开修改器加速三倍 不一会就和后面的敌人拉开了距离 并调转方向准备反击 同时我还修改出了数十根炮管 接下来轻松就团灭了敌人 让公主非常开心 看着痴迷游戏的公主 唐装美女帮她擦汗 公主抓住唐装美女的手 要把我和刘苏介绍给城主认识 就这样我靠着公主 搭上了城主的线 我自制的游戏掌机 得到了公主索菲亚的喜爱 于是她把我介绍给城主 唐装美女结梗为我们上茶 刘苏捧着茶如获至宝 这茶名为辐射龙井 自带荧光效果 在废土世界弥足珍贵 刘苏只是手臂被改造的改造人 消化系统可正常使用 于是她开心地一饮而尽 但我全身只由机械组成 水稻进身体要么短路 要么原地爆炸 这应该是城主为客 多为了试探我机器人的身份 特意上的茶 我思索了一会该如何破局呢 我告诉城主 自己常年做边缘地带的生意 身份特殊不能摘下面具 城主表示能理解做生意的 怕被暗算 于是尊重我的习惯 这时公主又对城主喊道 我有个好玩的东西要分享给你 这叫游戏机很有意思 城主把玩了一下 生气地把掌机摔在桌上 立刻就以传播电子鸦片的罪名 要把我押走 我告诉他押走我之前 要先给他看一个视频 我摘下头盔 表明了自己机器人的身份 您的手下曾思闯入桑桥的家中 打算劫财又劫色 我及时出现赶跑了他们 但有一个人跑得太急都不看我 失足掉进了陷阱 自己领了盒饭 您的手下在外面经常闹事 我按您的规矩收保护费 居民对此只是敢怒不敢言 我帮你处理了一个坏小弟 应该能将功赎罪吧 我还有一个请求就是想和你合作 废土世界人们娱乐愧疑 大多数人都愿意花钱买块了 您应该已经知道了 人们对游戏的疯狂 我还想在每个城市开设游戏机房 吸引玩家消费 您出地盘和设备 我出技术管理以及运营 你的理论很吸引人 但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在末世资源匮乏 不可能批量生产设备 更重要的是 旧世界的毁灭就是因科技而起的 手无缚机之力的妇女会借助枪械杀人 掌权者更有毁灭世界的权利 发展科技只怕会危及人类 三百年前末世的教训我还是记得 我作为城主 有义务保护城市 所以你必须被立即销毁 随即大门闯进来几个小弟 把我和流苏给押走了 我们被押到了桑桥所在的大牢 谁承想公主索菲亚竟然来了 桑桥问刚刚巡逻的促管去哪里 我给他们一人二十万欢乐斗 让他们回家养老了 我问公主来监狱干什么 公主说是专门来找我的 她要带着我私奔 听到这所有人都被震惊了 竟然有人要带着机器人私奔 我死后被改造成了机器人 整日与美女机械师相伴 但却因在末世推广游戏机 被一起打入了大牢 公主索菲亚找到了我们 她脸红着说今天是她的生日 要带着我私奔去北极星塔看星星 众人先是惊讶 竟有人想带着机器人私奔 惊讶过后 我带着索菲亚爬上北极星塔过生日 公主的贴身保镖杰梗追出来找公主 她敏锐地发现高塔方向有异样 于是跳下来打算前往高塔 这时机械师桑桥挡住了 堂装美女杰梗 二话不说砸出一个酒瓶 被杰梗轻松打碎 紧接着桑桥闪现到杰梗面前 快速挥出一拳 又被举梗硬生生挡下 桑桥有些兴奋 她表示默示下讲 伍德不用枪械的人不多了 我一直想找个人 拳拳到肉的打一架 突然杰梗反手抓住了桑桥 一把甩飞了出去 桑桥勉强停住了脚步 她表示你的力气真大 我更兴奋了 杰梗开口说我的目标是找回公主 不陪你了 但桑桥又冲了上来 一记左勾拳砸向杰梗 杰梗被砸出数米远 停下后杰梗有些惊讶 她看向了一旁的酒瓶 分明是辐射啤酒 能给变种人增加源源不断的力量 在结合桑桥打人后拳头急速升温 她断定桑桥就是变种人 所以杰梗打算全力以赴先解决桑桥 而此时突然传出一声枪响 桑桥中弹 原来是城管顺着流苏的踪迹追到了这里 杰梗回头看了一眼城管 眼神淋漓地警告道 放暗枪是对武者最大的侮辱 这件事结束后 我定找你秋后算账 城管依旧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下令逮捕受伤的机械师桑桥 镜头转到高塔处 其实公主只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打游戏 并不是要私奔 杰梗此时也追了过来 他忽略了我禁止走向公主 但公主告诉他不想回家 家里很无聊 杰梗便把气都洒在我身上 我连忙格挡 却还是被一拳打伤了胸口 我反手抓住他的手臂 释放电流 让举梗先冷静一下 强大的电流瞬间点亮了高塔 但我也因电量不足被迫跪倒在地 电量耗尽却还没击倒杰梗 我觉得这次凶多吉少 这时公主从后面抱住了杰梗 他请求杰梗不要再打下去了 董事一来我爸爸就限制我交朋友 机器人是我为数不多的朋友 他让我感受到你从前和我玩耍时候的温暖 可后来你只知道跟爸爸工作 冷落了我 求求你不要欺负我来之不易的朋友 这时城主维克多也赶来了 二话不说就朝我开出了一枪 随后公主挡在了我面前 为了保护我 他甘愿和爸爸对着干 同时杰梗也跟着挡在我面前 城主此时发现了一旁滴滴作响的仪器 他以为是炸弹 于是下令让小弟去拆解 我一把推开小弟 死死护住仪器 城主以为我是要启动炸弹 于是毫不犹豫开枪了 但倒计时清零后并没有爆炸 只是点亮了北极星灯塔 公主看了之后十分感动 我对公主说了生日快乐 这是特意为你准备的礼物 同时我告诉城主 那个机器不是炸弹 而是荧光灯的振流器 黑科技不一定带来毁灭 也能带来美好的事物 公主看到我特意为他准备的生日礼物后 瞬间就感动得眼泪哗哗流 公主对爸爸喊道 您答应过我如果许下什么生日愿望 您都会帮我实现 我的愿望就是要和机器人在一起 请您不要拆散我们 城主这个宠女狂魔 我答应了这个无礼的要求 公主开心地给了她一个拥抱 看在我女儿的面子上 答应和你合作开网吧 但你想娶我女儿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还有个消息要告诉你 你的两个伙伴被城管抓去枪决了 抓紧去救他们吧 城主下令让杰梗带路去救人 杰梗对我说道希望你没有恐高症 紧接着他抓着我跳下高塔 重重地砸在地面 又猛地飞起 穿梭在城市高塔 只留下一群吃瓜群众 就在城管要对桑乔和刘苏下黑手的时候 我及时出现一拳砸向城管的脸 把他砸到一旁的废物堆里 我对桑乔说道 对不起我来晚了 在废物堆里的城管朝天开了一枪 他近乎癫狂地要消灭所有人 截梗淡淡地说城管下令和机器人合作了 你快放下枪 城管听不进任何话还是开枪了 我来不及闪躲 被一枪打得支离破碎 城管确认了一下我是领盒犯了 他都没意识到自己踩着能量箱 一脚就把他踹飞 我接收到能量箱后便开始变形 城管被收拾后 都识相地表示要投降 最后桑乔红着脸对我说 这次谢谢你救了我 我死后被改造成了机器人 意外获得掌控所有电子科技的能力 在了解到废土世界的人们娱乐匮乏后 我开始摆地摊卖自制的游戏掌机 但我的最终目标其实是在末世开网吧 垄断全城的娱乐 从小网馆翻身成为富豪 我来到城主的办公室拉赞主 他给了我三张扑克牌 如果挑选到公主索菲亚的照片 就投资你一百万欢乐豆 我小心翼翼地抽了一张牌 竟然抽中了索菲亚的照片 城主表示一百万欢乐豆一会就送上 同时还有一个情报要给你 我的手下去沙漠边境做交易的时候 无意发现了机器人 但机器人被人为启动了自毁程序 这个箱子是我费了大力气搞来了 有证据表明 机器人在废土世界已经量产了 这个工艺只比你的身体差了一点点 我希望你去调查一下 我对城主说 我愿意前往沙漠之城调查此事 城主看我答应的爽快 打了一个响指 很快一个小弟推着箱子进来 箱子里面是一百万欢乐豆 你拿了完成任务再回来开网吧 我拿过箱子便感谢城主的资助 并表示自己一定会完成任务 城主看我离开房间后 翻开了剩下的牌 都是索菲亚的照片 城主他很看好我 一早就打算资助一百万欢乐豆 翻牌只是想试探一下我的胆量 今天是公主索菲亚的生日 我赶出来为她庆生 桑桥喝酒如喝水 一桶下去后还想再来一桶 而刘苏的机械臂突然短路了 朝着一旁九宝的屁股就是一巴掌下去 刘苏连忙道歉 是机械臂的想法与我无瓜 女九宝小脸一红 恶狠狠地收拾了刘苏一顿 此时局更抢走了索菲亚的游戏机 并呵斥到生日要有生日的样子 先吃蛋糕 索菲亚嘟着小嘴表示抗议 今天是索菲亚的生日 杰梗只好顺着索菲亚的性子陪套完 我死后被改造成了机器人 拥有控制一切电子产品的能力 城主告诉我最近在沙漠边境发现了机器人残骸 希望我能前去探索 漠视下的沙漠别名为死亡之海 因此能在沙漠生活下来的生物都是变异的危险生物 于是我来到佣兵事务所想找一个实力强大的相导 吧台上的九宝招呼我和流苏过去 九宝问我们想找什么样的佣兵 我想找一个去沙漠边境的相导 筹码你尽管开 我有100万欢乐斗 九宝见钱眼开 他告诉我中介费50万 向导费另算 我着急完成任务 于是答应了九宝的狮子大开口 紧接着九宝喊出了两个小笔 就是两个人的装扮有些怪物 一个穿裙子 一个内裤外穿 九宝补充到他们两人合作至今没有被任何一个雇主投诉 我就先把钱先收下了 但这时出现一双手盖住了丑马箱 竟是一位小姑娘要当我的向导 他把丑马箱塞回我手中 并告诉我废土世界骗子多 但信他准没错 见到有人要抢生意 两名大汉就扬言要做到小姑娘 就在大汉冲向小姑娘的时候 小姑娘一跃而起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般丝滑解决穿裙子的大汉 但内裤外穿的大汉又突然朝小姑娘射出绳索 小姑娘不幸被抓住 活生生砸出了窗外 可当大汉收回绳索的时候 却没发现小姑娘的踪迹 突然小姑娘又从窗外窜回来 两脚一并踹向大汉的脸 把大汉踹倒在地 随后穿裙子的大汉又起身想偷袭 小姑娘从腰间掏出电击枪 精准打中裙子大汉的头 又第二次解决了裙子大汉 随后她缓缓走向我们 她告诉我们 服务周到童所无期 先干活后收钱 信她准没错 我对小姑娘夸赞道 身手很不错嘛 就要你当相倒了 此时酒保看出来场面已经失控了 也看出来是有人要砸场 于是下发悬赏五千欢乐都要抓我们 酒吧里的大汉们个个都变得凶狠起来 小姑娘抓住了我的手 拉着我就跑出了酒吧 但却把流速忘在了酒吧 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焦灼 这个萌妹是我的私人保镖尖向导 她带着我们穿过沙漠之海去找石友 萌妹神情严肃地说 不会有人不知道吧 今天发送抱抱表情 会有抱抱 快来评论区试试吧 话音刚落地面开始震动起来 我警觉地回头一看 竟发现一只便衣蚂蚁从地底冲天而起 一下扎进了一艘路过的飞船 飞船上的人二话不说弃船逃跑 而巨蚁也钻回地底制造漩涡 就这样吃掉了两个倒霉的人 见识到巨蚁的实力后 我打算掉头就跑 可还是被巨蚁发现了 他从地底朝我们冲了过来 跑得最慢的我感觉要被卷进漩涡了 桑乔伸出手就要救我 可他自己也差点滑倒 好在萌妹拉了他一把 这时刘苏的机械臂派上用场了 绳索却与我擦肩而过 碰巧射中了地底的巨蚁 我趁机从漩涡中逃了出来 但刘苏却感觉在被巨蚁往回拉 紧接着巨蚁从地底钻了出来 再回头一看刘苏已被巨蚁高悬在空中 他痛苦地挣扎着想从巨蚁的嘴巴中逃脱 见状桑乔伸起袖子就要去救人 我们连忙劝他冷静一点 恍惚间又一艘飞船出现 船长让我们想活命就快上船 我们也不摸记爬上了船 恍惚间萌妹看见了船上的武器 他告诉我 那个武器是专门对付遗失的 刘苏有救了 于是我入侵了武器的电子系统 这波操作把萌妹看待了 我简单地做了瞄准后 就发射了武器 好在精准射中了巨蚁的处须 刘苏摆脱征服后 朝我们跳了过来 而船长也抓紧时间跑走 但飞船不给力半路熄火了 就在巨蚁要把我们吃掉时 好在有其他船员来救援 从两侧射出绳索暂时困住了巨蚁 但巨蚁还在不断旋转挣扎 在炸毁一艘飞船后又顿地跑了 最后镇上的人招呼我们进小镇休息 船长带着我去见了镇长 因为我刚刚还对小镇损失了两艘飞船 所以镇长对我的态度很冷漠 我只好拿出一百万欢乐豆朝镇长赔礼道歉 镇长收下钱后便把我们赶走了 我走在大街上抱怨真倒霉 一百万欢乐豆就这样没了 桑桥突然猛地砸了我的后脑手 他说不想看到我灰心丧气的样子 让我振作起来 我连忙保证以后只展现正能量的一面给大家 这座小镇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中心的火炬也神奇般燃烧了三百年不灭 我好奇地向探索小镇的秘密 却一脚踩到了黑色的液体 我低下头一看 这竟然是黑色的金子 石油 莫非小镇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为何小镇中心会出现石油呢 我死后被改造成了机器人 整日与美女机械师和蒙妹保镖相伴 有火镇的中心有一团屹立三百年不灭的火焰 而秘密就是我手中的石油 石油是从火炬的基地中流出来的 我打算爬上去一探究竟 我觉得管道上系着一条条红带有些诡异 刚好我看到白胡子老爹也在这里 我问他这些红带是做什么用的 他告诉我每当正名死去 就会系一条红布纪念他们 而我的儿子在一次打捞行动中失踪了 这块布便是属于我儿子的 我傻傻地相信他还活着 总是开飞船去找他 但昨天为了救你们 我的飞船被击毁了 我想我也该退休了 就当我的儿子死了吧 随后船长一个人落寞地走 我想他是决定放弃寻找自己的儿子了 我告诉众人 勇火镇的居民不懂得利用石油 搞得石油满地浪费 其实石油提炼后 可以做汽油没有柴油等性价比很高的优质燃料 也可以被加工成许多有用的副产品 如轮胎化肥轮滑油沥青等 沥青是一种粘稠的黑色物质 多用于铺路建设 能掌控石油 我就能掌控连人不断的财富 我让众人好好看管着石油 我要去见镇长一趟 我来到镇长的办公室 他却一把飞刀砸到了我脸庞 我厚着脸皮朝镇长走去 我开门见山地说想要石油的开采权 镇长说石油对他们来说就是恶魔之血 会污染人们的饮用水 更有可能会引爆火焰吞噬整个小镇 而且小镇最近正面临着巨蚁的清洗 如果把灯塔火炬打倒了 那小镇就彻底完了 我告诉镇长我有办法解决 可以用石油提炼粘稠的沥青炸弹 借此控制巨蚁 同时制作燃油炸弹一举消灭巨蚁 镇长问我需要什么好处 我告诉他我并不贪心 我只要灯塔的承包权 赚了钱以后五五开 紧接着我和镇长商谈作战计划 我召集了全镇的骨干来开会 我告诉大家对抗已是需要肉盾 输出 控制 和辅助 这些没打过游戏的居民都全员蒙蔽了 我让船长当肉盾 去驾驶改装过后的飞船吸引仇恨 我又让流苏充当输出 计算燃油炸弹与巨蚁的距离 我又把控制的任务交给桑乔 让他好好利用利清炸弹 最后我把辅助的位置留给镇长 镇长却说他以前在战场上移一抵白 为啥老了就只能当辅助了 我安慰到辅助是最重要的 没有弹药补给和救援 所有人都得携菜 这下镇长才勉强接受 我又补充到萌妹 跟我一起去白胡子的船打下手 所有事都准备好后 大家干劲十足 请大家在评论发送五个666表情 为我们加油吧 喝了河废水后的蚂蚁 变成了这样奇葩的怪物 为了守护小镇不被巨蚁清洗 我决定和白胡子一起驾驶 飞船奇怪的仇恨 在路上转悠了一圈后 我让萌妹放一些炸弹制造造影 萌妹拉了一下开关 便投放了数枚炸弹 萌妹又拿出电击枪 朝炸弹开了几枪 爆炸过后果然吸引出了巨蚁 巨蚁一把撞飞了飞船 为了再次起飞 我又投放了数枚炸弹 萌妹识趣地开出几枪 让我们的飞船再次起飞 我们按照原计划 吸引巨蚁的运动文静 刘苏看到巨蚁进入火力区后 他连忙招呼小弟准备大炮 随后两枚炸弹射出 精准射中了巨蚁 我又连忙示意发射行动限制弹 喝完一整箱的荷爆啤酒后 桑桥利己失足 他一把举起利青炸弹 精准砸中了巨蚁 巨蚁就这样被限制了行动 刘苏趁热打铁又发放号令 进行第二轮攻击 希望这次能一举击败巨蚁 紧接着巨蚁又承受了一吨的伤害 最后巨蚁四脚朝天隔皮了 但战斗好像还没结束 最强大的机械以后出现了 刘苏联盟指挥第三轮攻击 又是无数导弹朝以后射出 不偏不倚地射中以后 以后用激光硫酸反击 瞬间腐蚀了城墙 以后势必是要踏平小镇 在进入小镇后 他排出无数小软头 我为了保护小镇拿枪抵住了头 二话不说便开枪了 桑桥拿着我的脑袋愣神了一吨 他便静止冲向了以后 跳到以后的大嘴前 把我的脑袋扔了进去 我在以后的肚子里搞破坏后 但以后爆炸了 经此一战我又升级了 看到我没事桑桥开心地抱向我 以后彻底死亡了 小镇彻底安全了 勇火镇的镇民们全员向我下滚 以最高的礼仪致敬我 最后镇民们去处理了以后的尸体 把以后身上的高科技拆了一个底朝天 而镇长又把我们带到办公室 我递给镇长一个卷宠 我告诉他这是石油分流的原理图和制造公务 我希望勇火镇可以依靠石油制服 镇长为了感谢我愿意答应我一个要求 我告诉他我不贪心只要赚钱五五分就行 我会派刘苏经常过来指导工作 就当做是技术入本 此时居民们又抬出一个大提案 镇长说这是以后身上拆下来的科技 留给我最有用的 我陷入了深思 是谁在偷偷操纵以后害人 请大家在评论区打出五个666广情 支持我去探案吧 我死后被改造成了机器人 整日与美女机械师为伴 蒙昧下线后 为了确保永火镇的安全 桑桥提议排查周围的医学 于是桑桥带着我刘苏和白胡子船长四人 进了一个最近的医学 突然一群形态怪异的试变小嘎嘎向我们冲来 白胡子船长和刘苏急忙开枪抵抗 在看轻试变的人脸后 白胡子告诉我 这些都是小镇之前失踪的村民们 但是全部失变了 我连忙使出了一套杨教授的百万电击 瞬间打倒一片 桑桥告诉我他们弱点是背上的虫子 于是白胡子便全力攻击试怪背后的虫子 但打斗的同时 白胡子被咬了 咬他的竟然是他日夜思念的儿子 没想到再次见面已经是人滚书兔子 他急忙告诉大家不要对他的儿子下手 即使变成了试怪 他也是我的儿子 陷入回忆 白胡子的儿子从小变立志要征服死亡之海 白胡子也一直鼓励支持自己的孩子 但是在一次外出行动中儿子却失踪了 白胡子就此沉沦 回到现实 白胡子极力劝阻大家只用绳子捆住儿子 不要伤害他 自己一定有办法救回儿子的 我们决定继续深入探索 白胡子的儿子仿佛接受到什么召唤疯狂往前跑 我们跟着来到一处满地骷髅的空间 眼前是一个巨大的臭简 孕育着新了以后 就在桑桥准备火攻时 白胡子受儿子的蛊惑对我们端起了枪 白胡子的儿子告诉白胡子 杀了我们就能和他团聚 白胡子在犹豫要不要扣动扳机 儿子贴在白胡子嘴边用团聚捕获着他开枪 团聚这个词深深刺痛了白胡子 白胡子用后肘击退儿子 爸爸永远爱你 但我也明白此刻你早已不是我儿子了 最终白胡子亲手了结自己的孩子 就在此时巨大的虫简开始孵化 白胡子打算献祭自己的船当作强力炸弹 随即跑去开船 桑桥极力的拖延时间为白胡子创造机会 刘苏也表示要站到最后一刻 此刻新女王破茧而出 目标看准最弱的刘苏 我冲上去接过女王的獠牙攻击 桑桥却表示只有她能欺负我 要一直守护着我 危机时刻白胡子的飞船终于到了 老爷子定了定神 挣了下帽子 大喊了句要亲手为儿子复仇 随即一脚油门闷到底 飞船如愧心端撞向女王 巨大的爆破过后 我们仨被气浪冲飞了十几米 我们看着一地狼挤满处火焰的洞穴 爬了出来 用她的话说 别看我老 一样立志要活不爱做死的你们 这是桑桥招呼我们过去看女王的尸体 只见标有福士康的入口映入眼帘 里面必定有福士康公司的秘密 我死后被改造成了机器人 当我切换成人形状态后 我参与了一场大战 最终被封印在一个小盒子里 两大美女为了争夺我开启了一场战斗 桑桥率先对蒙妹打出一拳 把蒙妹震出树米开外 随后 桑桥拿着我的盒子就想离开 一间汇聚电流朝桑桥肚子打去 把桑桥击退数米远 随后又是一个闪现 再次打向桑桥的肚子 桑桥只感觉浑身乏力动弹不得 蒙妹嚣张道 你的肌肉被我用电击控制了 别白费力气 蒙妹不断加大掌尖的电流 桑桥费力后仰头 猛地砸向蒙妹 蒙妹被砸得连连后退 桑桥这才勉强挣脱电击束缚 紧接着桑桥打算报仇 却突然发现身后有一气嗡嗡作响 而蒙妹却偷偷扔出一根铁棍 桑桥勉强用双手抵挡住 当她看到周围的铁块也在发出一响后 桑桥明白了身后的一气是吸引周围铁气的 面对飞快袭来的铁块 桑桥腾出一只手 在后背忙摸索着一气 一把捏碎 紧接着一个闪现来到蒙妹面前 用力砸出一拳 把蒙妹砸飞数米远 蒙妹一个亮枪便跪在地上不停可洗 她坐在地上叹了一口气 陷入了回忆 蒙妹住在一个平凡的小巨落 某天盗贼的飞船来小镇作恶 大多数镇民都逆来顺受 唯有她的爸爸站出来抵抗 但镇民们却选择了漠视 甚至绞死了反抗的父母来对盗贼表示忠诚 幼小的她抱着弟弟目睹了惨剧的发生 弟弟自那次事件后并重不起 为了救活弟弟 为了承担其姐姐的责任 她投靠了盗贼王 现如今完不成盗贼王的任务 她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弟弟死去了 果然盗贼王的飞船突然降临 把蒙妹带回了组织的小黑屋 组织的人推出了病危的弟弟 盗贼王为了惩罚蒙妹任务失败拿出了枪 在蒙妹面前杀死了弟弟 任由蒙妹怎么呼喊 弟弟的生命却怎么也回不来了 心灰意冷的她掏出了慈感余气 打算和盗贼们同归于尽 蒙妹可能暂时下线了 往后女主就只剩桑桥了 我死后成了机器人 却意外收集到三百亿件世界的秘密 成了改变世界的黑客 就在刚刚我们发现了 带有富士康公司符号的路口 我们小心翼翼跳到动物的历史 随即便被面前的怪异景象地吸引 我冲到带有控制电脑的大工区 在指尖伸出数据线入侵安保线 在虚拟系统中我变回了东西 紧接着出现几个戴着墨镜的黑衣人 嘴里嚷嚷地要清楚病人 我应该是触发了富士康的杀毒程序 没有犹豫 我也变装成黑衣人一样 和面前的杀毒程序打多前 我一拳打飞一个黑衣人 扬言让他们所有人一起上 几个黑衣人对视了一遍 静步于二童抛出了枪 连续扣动树下扳机 我灵活地弯腰抖过他们的红衣 等到他们的火力停下来 我知道我反击的时候到 我利用系统的漏洞刷出无数强行 边朝他们走 便自动射击 但面前的防火墙却迟迟没给人 我微笑着提了提眼镜正了正式 抬手间又刷出一台坦 一炮轰下去来个暴力拍子 在攻破防火墙后 我继续向前深入探索 伸出手夹带着福士康公司的 所有秘密数据 所有数据被我汇聚成为的熟 当捏到他的一瞬间 我明白了所有想法后的事情 300年前陆地发生面的科技危机 地表人类的文明几乎被羞 但在一处异地的沙漠地下 福士康科技储备的无数推人 却依旧在生产的智能体系 回到现实上 我把猜想全部告诉他 我还拿出福士康科技制造的机器人来证实 所有人都没想到福士康其实是军工厂 而且在漠视下成活的好好 我告诉大家这些武器 可以助力任何一个废物承办漠视 但我的目标是把欢乐带到漠视 通过积累财富间接承办漠视 于是我再次控制出数据手指 入侵福士康的生产流水平 把机器人的均用及CPU全部拆解 组装出目前性能最好的游戏掌机 刘苏和桑乔飞机表示 这款掌机一定能助力 以积累巨额台 我把掌机跟给众人 让他们体验一下新游戏 众人一时都来到一架飞机上 我带着众人跳下飞机 我告诉众人这款游戏 是曾经说明拳头的大潮杀进化 我又告诉白胡子这里的敌人都是虚拟 枪械和现实的用法也全部一样 当白胡子看到草棚刷新出一个Many City 他抬手就是一枪消灭敌人 桑乔的背后也出现一个人 他也轻松地砸死一个敌人 而刘苏因为太菜不足的太降落 却也阴差阳错击杀了一个敌人 我告诉桑乔这款游戏的一大卖点就是多人了解 最后我带着桑乔又打了几款双款 这个火骷髅的脑子被猪鬼了 明灵是个地中海大叔还要来装大牌 就在刚刚我用军用机CPU生产出最新款游戏机 我们看着满满一仓库的团货正在发愁如何运输 突然传来极粗的脚步声引起我们的注意 只见一个火骷髅带着一条小弟闯路 二话不说便用枪顶住了我们 我好奇地问他们是什么人 地旁的小弟谄媚地介绍到 我详言要让所有人跪下臣服他 刘苏第一个不服 站出来只找火骷髅大骂 火骷髅伸出一个手指头 朝刘苏的机械臂轻轻一点 刘苏只感觉手臂旁闪过一道灵力的光景 紧接着手臂就光滑地被切断 这让我有点震惊 金属手臂为何请客间被切断 火骷髅嚣地表示自己这是虚空熔断之处 桑乔看着地上掉落的手臂落油所思 他随即便打算教训火骷髅为刘苏报仇 我担心他的安全 急忙劝他不要冲动 火骷髅双手摆出施反的姿势 桑乔只感觉周围的空气被凝固 我即使挡在桑乔的面前 利用钢铁支驱替桑乔挡下致命匿机 然后我利用电磁感技术吸附一旁的铁块 朝火骷髅的方向砸去 火骷髅再次摆出施反的姿势 把袭来的铁块悉数斩断 被激怒的火骷髅下令把我们围解 然后我们便被无数枪管从四周围围 火骷髅躲不朝我袭来 一板掐住我的火梗 扬言要把我的脑袋扯下 我反手抓住火骷髅的手臂 果断发动电机试图麻痹火骷髅 我惊讶地发现 电机竟然对他无效 原来是他穿着的是绝缘服装 看来这个火骷髅是有被而来的 火骷髅轻轻抬起胳膊 先把我的双臂斩转 然后又把我的双脚砍断 火骷髅告诉大家 现在想活命的就火速投降吧 刘苏和白胡子商量了一下 便打算乍下 刘苏和白胡子同事下跪讲义成 当火骷髅降低警惕后 白胡子和刘苏分头撞向一旁的手 白胡子夺过守卫的枪 朝着火骷髅的头就是一枪 骷髅头阴身落地 直露出一个猥琐的地中海外 此时我也启动了自我修复程序 我只找火骷髅扬言要狠狠教训到贼团的人 我拉出手臂的弹簧反反叛蓄力之后 三拳打爬三个小拳 然后我抓起一旁的灭火器 朝火骷髅砸去 被他及时挡下 打破灭火器后清晰可见 火骷髅的手中有红外线仪器在装神弄过 不给他装逼的机会 我一拳蛋怕他 最后火骷髅朝地上砸出一个闪光弹 落荒而逃